泛南古道之一 深坑古街 这两棵古树是进入深坑古街的入口 红砖宅像是它的特征 正有机银红被绕进通过 罗谷宣天 祈求神明保佑 深坑古街永远吉祥 深坑古街东陵十定 都是淡南古道的一段 景美西流经古道旁 深坑四周多山 都在海拔三百米至五百米之间 整条街食品多样性 但因这里有清澈的水质 以及特殊盐乳制成的豆腐 烫味口感吸引掏客 因此深坑成为豆腐的故乡 造就了老街的繁荣 目前深坑有四宝 茶叶 豆腐 竹笋 黑猪肉 都保有极佳的品质 这家老地方餐馆 所成立的各类豆腐及竹笋产品 还有麻辣汤汁配料 手工豆干 烤豆腐更是超客所爱 标示各种口味的烤豆腐 老街也常举办豆腐节活动 使这产业历久不衰 这家古早厕美食 蒸臭豆腐 白斩鸡 烘蛋及潮水盐 为特色菜 拱心红砖街道走廊 虽狭改 但有古老深坑的韵味 整排古厕 相传 新高中二十年 西元一七五五年 大陆 闽南 发生大旱灾 泉州人 许中行 带家族 驻海来深坑存垢 深坑本称 三阴 阴斑乱 深坑地形一首 四面环山 行事坑底 改名深坑 当年是台北盆地 前往 宜南 碧京之地 茶叶 有吗 茶叶燃料的集散地 成为今日深坑老街的由来 目前是台湾最小乡 原本老旧 乌瓦古厕 昔日 旧街回忆 虽有整修 古老食品 天第种 董砖狭窄 宫行街廊 屋下的 扁蛋 竹滩 古老宗教信仰小庙 彩色浮雕 飞龙的屋顶 在街头巷尾驻守数百年 旧旗的深坑老街 全长约两百米 宽还不到两米的泥路 街旁只有草屋 有一次庙会 香火不胜 文匪整条街 火灾后重建 防射成瓦屋 墙壁去除脚砖 地板铺水石 俗称托嘎厨 1915年街道改正计划出宽 屋檐建成红庄 总形走廊 地面显得普普 成为今日深坑老街的面貌 红砖立面门板 窗口下的木板台 四宝之一的茶叶 各种磁品铺 各种磁品铺 大红砖 这是杏鱼豆腐 这是超拉桂 麻薯 这是芝麻软炸 芝麻软炸 姜乳粉 土茶油 非常高兴 桑胜汁 可是你要偷这一顿 对 这家特制的豆腐蛋塔 荣获新北市2014年十大伴首领 买一盒大家分享 烧制玻璃工艺 烧制玻璃工艺 熟透明 桌子 水 sin 检林 林 蚤 芝麻品 金 之 除此 水 水 水 氘 水 展現的古厝 古老俗字草菅日用品 古街上的秦人 古老俗字草菅 謝謝館長